早晨七点,汕头下起了大雨,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火炬传递的进程。汕头市民迎接火炬到来的热情丝毫不减。 早上八点,简短而隆重的起跑仪式在传递起点汕头市龙虎区政府前广场举行。 八点零五分,圣火护卫人员将火炬点燃。 随后在现场上千名群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 汕头站传递的第一棒火炬手举重世界冠军蔡严书开始了圣火在汕头的传递活动。 沿途众多市民冒雨前来观看,为奥运圣火加油助威。 汕头站传递总长48公里,其中36公里为跑步传递,12公里为车辆运行传递。 共有208名火炬手参与传递过程,整个传递预计历时10个小时,将在今天傍晚结束。 上头是奥运圣火在广东境内传递的最后一站。 接下来奥运圣火将前往内地传递的第三个省份福建。